海軍陸戰隊的AAV拐兩棲突擊車 馳乘在桃子園海灘 不管是在困難地形的穿越 還是一股腦地衝進浪頭泛水 都難不倒他 不過AAV拐性能雖然強大 但在路上要控制履帶動力 水中得控制後方兩具推進器 可是難倒了不少行進駕駛 但現在海軍陸戰隊引進了新法寶 那就是全新的AAV拐模擬器 新手的狀況就是他可能對機械操作 比較不適應 比較會有訓練的風險 那只要有訓練模擬器之後 他們就可以比較大膽放心的嘗試 所以會減少裝備的耗損 對於後勤是非常有幫助的 能多放心去嘗試 記者就來實際體驗體驗 放掉煞車踩油門會前進的 好 我們注意這一塊 沿著這一條路上去就好 所以我要稍微瞄左邊一點 沒關係 這樣就好 好 速著它走就好 好 AAV拐的駕駛介面與汽車類似 儀表顯示也很直覺 不過由於駕駛窗口在車頂靠前 視野上受限較多 在學期上的初期壓力會不少 模擬器的運用 可以讓學員提前了解該有的環境警覺 路上駕駛還不算太難 不過學習兩棲載具更重要的是水中的駕駛 不過這難度 可不是凡夫俗子就能克服 在水上因為有水中慣性的影響 所以跟路上駕駛是不一樣的感受 在路上駕駛是方向盤轉到哪裡 你就可以開到哪裡 但是在水中 因為還有海浪海流等等環境限制 會因為不同的海流 還有水中慣性的影響 有不同的駕駛方式 使用模擬器的訓練 就可以讓隊員快速的熟悉水中慣性 這是高低 高低 這是左右 除了駕駛的訓練 單缸AAB拐的車長 還要學會使用砲塔射擊機槍和榴彈槍 模擬器的使用可以更快熟練操作 加上和駕駛儀的連線功能 更可以強化組員資源管理 海軍陸戰隊的魔訓館 預計將可節省近半的實車耗損 同時更可降低新進人員的操作風險